这是曾经人气一度超越蓝染的人 每次提到秘密眼都是怪物 这位杰斯一定榜上有名 被称作天才的少年并不多 但是每次提到他都会想到天才这个字眼 神秘的想法带着更加神秘的斩破刀 他并不像大多数人有着所要继承的意志 但是可以因为一件事而努力一生 这一期是万一 哈喽各位我是何欣 欢迎收看新一期任务志 这期我们来全方面聊聊士丸银 动漫中总是会有一类人 他们眯着眼 你永远都不会看到他们的表情 而在死神中就是士丸银 小博老师给了银一个蛇字 无论是士丸银的卷手语 还是每一张的小彩蛋中 它都是将士丸银直接比作为动物中的蛇 也是作为食物动物的蛇 并不像其他动物那样凶猛 在外表上就可以直接震慑他人 而他们更多的是在骨子里散发的一种寒气 然而看到他们后会感觉到不寒而栗 他们的捕猎手段也与其他动物并不一样 平常会想方设法地隐藏掉自己的气息 在关键时刻 突然出现了给予敌人致命一击 蛇的特性也在士丸银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包括银的外表有点类似于蛇的样子 尖尖的下巴 长生的嘴 以及咪咪的眼睛 就连给士丸银的角色哥哥名 Sneak他们的B 也都是与蛇相关 全场说话虽然很温和 但其本意却让人琢磨不透 作品中出战的次数也并不多 而其战斗的数据也是相当稳定 不可想象如果银可以继续修炼下去 那么他可能才是真正的六变弦战士 十万银第一次出现是在第二十集 与剑八一同出现 其实最开始 揪到画风将银画的就像是一条蛇 后面渐渐的 银的画风也越来越帅起来 对于最开始出现的几位队长中 可能银是那个大家着重关注的对象 因为这样的样貌 都会有一点自己的秘密 因为种种行为 别让大家潜移默化的 江银带入到了那个幕后黑手 而最终在双击与蓝冉一同去到须圈 也揭示了自己在百年前 就已经加入了蓝冉阵营 在蓝冉将十三对逐一击破后 偷然偷袭了蓝冉 曾经救下乱局 是乱局为自己最重视的人 为了夺回乱局失去了东西 不动声色的潜伏了百年之久 最终失去了生命 一个潜藏了百年的人 是运用何等意志才可以做出来的 我们回到百年之前 去先聊一聊最初的意义 不过要先解释一下流魂街 流魂街是按照东西南北的 各自八十个区域来分区 数字越往后 生活环境就会越差 魂魄在最开始来到流魂街后 分配的地方是随机的 而有些魂魄是不需要进食 只要吸收空气中的零子 便可以生活 而这种魂魄 也会选择数字非常靠后的区域 来保证自己的生存 但是灵力较高的魂魄 是需要和人类一样进食 才能生存下去 所以数字靠后的区域 食物就会越发的缺乏 320个区域 每个区域都会有一个名字 像是北六魂街的八十区 叫做根木 也是根木剑八出生的地方 南六魂街七十八区 叫做虚调 也是路奇亚和练次出生的地方 不得而知的是 是万一曾经生活在过哪个街区 但是只知道他有他一生最重要的人 邂逅的地方 是东流魂街第六十二区 花空 这个区域就像他的名字 可能是一个很难让植物生存下去 当然也充斥着各种不需要进食的魂魄 而是万一路途中遇到了一位金发女孩 林将自己的士兵分给了女孩 并且说道 会因为肚子饿倒在这里 也就说明你也有那种力量吧 并且对自己进行的自我介绍 而这个金发女孩也告诉了林 自己的名字叫做松本乱菊 连人也就这样互相认识的对方 或许是因为两人互相都拥有好感 也或许找到了背负同样命运的人 乱菊在银心中已经成为了他活下去的动力 两人也成为了互相都不可失去的一部分 当然因为蓝人对于蜂玉的研究 他从灵魂街收取了近百数的魂魄 来对蜂玉进行修炼 而乱菊一部分的魂魄也被蜂蜂收取 也是因为蜂蜂发现乱菊魂魄中 先用凌王的指尖 这种东西被蜂玉吸收后会增快他的研究 但是对于幼小的乱菊来说 这可能是身体 以及心灵的收通科技 但自己却无法改变现在的状况 甚至每天能否继续活下去 这都成为了一个未知数 他们本能够无忧地一直下去 这样的命运对两个孩子来说都是不公的 而这些 银也都一直看在眼里 而自己在偷偷地观察蓝人的动向 这时候 银做出了一个坚定的决定 看到蓝人的死霸装 银决定成为死神 他决定把乱菊失去的东西拿回来 银并不是那种什么事情都愿意对乱菊吐露的人 而是一个行动态 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怎么想的 就连乱菊也是一样 不辞而别已经是习以为常 再次见到乱菊时 他已经成为了一名死神 一时间乱菊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银离开了乱菊 可能也做了巨大的心理斗争 在未来的某一天 他们一定会再次见面 银只用了一年 便从真言联术学院毕业 这样的成绩让他拥有了天才少年的头衔 这样优秀的成绩也得到了蓝人的关注 当然获得蓝人的关注也并不只有优秀的成绩 为了得到蓝人的青睐 残忍地杀害了五番队的第三席 也因为这个蓝人将他破格 调到了自己的队伍上担任第三席 银在这时彻底化身为了那个前蝇的蛇 也因为蓝人的计划 众多队长副队长遭到了他的毒手 蓝人也包括自己的五番队队长 以及三番队队长 时间慢慢一点点过去 可能是因为蓝人的举荐 他被选为了新的三番队队长 为了能够顺利成为蓝人的新妇 一开始为了蓝人也加入了崩域计划 而十番队的直播一新 以及密学师黑棋真相 也变相成为了他们的实验对象 慢慢地已经了解了蓝人的可怕之处 他们甚至将虚圈也默默地站立 那些虚圈中被称作为破灭的大虚蛮 已经会成为蓝人的棋子 与蓝人进攻十魂界 而自己的计划 也在等待着一个合适的契机 这是一个不能够向任何人吐入的计划 渐渐的蓝人知道了 店长那块崩溢的去处 他们第一步的计划开始了 蓝人也就只能配合着他们 成为那个让大家引起怀疑的对象 蓝人他来到了处于西流魂街的位置 一户众人从这里来到了十魂界 这也是蓝与一户的第一次碰面 本能够顺利进入技能庭的他们 被银直接推了出去 不得不说在前期的作品里面 无论是漫画还是动画 我个人觉得这一幕的分镜是相当的帅气 这里也是第一次展现了十万银的斩破刀 这是一把比普通斩破刀更短的刀 解放与射沙塔 神枪 解放后可以用非常快的速度伸缩 从而达到突击的效果 而斩破刀的刀柄的形状 则是圆缓形状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著名的古代象征符号 前尾蛇 一条蛇咬住自己的尾巴 正在吞噬自己的身体 结果形成了一个圆缓 而其意义就是自我吞噬着 也就是无限大的意思 当然神枪无论是名字还是使用方式 都比较类似于现代的手枪类武器 而神枪也拥有着另外的一种意思 我们放到万劫去聊 当然严的斩破刀在后面 与日式翻古东时当对战时 再次使用 银汉赞叹东时郎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天才 其实自己也属于天才的一员 也是在这场战斗中 银再次睁开了自己的眼睛 为什么是再次睁开 因为在成为死神之前 银曾经向蓝忍睁开过眼睛 来窥探和调查蓝忍的情况 眼睛是直接向外输出情绪最重要的渠道 你可以从眼神中感觉到这个人想要表达的目的 而银的一生就在两种情况下会睁开眼睛 第一种情况是在散发的杀戏时 也就是第一次见到蓝忍 以及面对东师郎 第二种情况则是面对真相时 银的神枪直奔出身过去 在紧要关头会乱举挡子 银也就此作罢 而在鲁奇亚行刑时 银的一番话让原本已经绝望的鲁奇亚又感到了一丝希望 这让鲁奇亚险些进入崩溃阶段 当然这也是在他们的计划之中 而在鲁奇亚的回忆中 银与白灾差不多的同时成为对档 每次银也会和白灾见面后 看似在闲聊 但是鲁奇亚能够感觉到这个人 就像是一条毒蛇一样缠绕他的脖子 反过无时无刻都要深入到你的骨子里 让人毛骨悚然 这就是鲁奇亚对银一直以来的印象 应该说是作者借着鲁奇亚口根的银 在完全不知道银最终目的时 加深在银观众眼中 最表面的印象 让所有人都以为银才是那个幕后的boss 而最终幕后的策划者其实是蓝染 银只能作为蓝染的计划中 那个执行计划的人而已 既然银选择了这条路 那也就说明终有人将会牺牲 在蓝染从鲁奇亚身体中起出崩溢时 并不是自己下手 而是让旁边的银处决落起 蓝染的心机是所有人都无法看透的 他可能也并不完全相信银 所以才让银来做这个贵子手 在护听十三队全员到齐时 银也被乱举控制了 可能护听十三队中 不用武力就可以阻止银的 也只有乱举 他们在大学的帮助下消失在了黑枪中 而在走之前 他对乱举说了这样的话 动画中一开始的设定就是银身为三分队的队长 其实对于整个分队他没有任何留恋的地方 对于这个队长的职位 银看的也并不是那么重 没有所谓的荣耀可言 事情做错误做对都不曾在乎 他在眼里只有那个最重视的姑娘 其他人都已经筛选在了眼外 所以他会肆无忌惮地挑拨 伤害众人 这只是他达成计划的一步 蓝染以东仙的叛变是蛇小曲大 所以十三队对于他们来说 只是阻碍他们的道路 而在银的心里 十三队打从开始就并不重要 或者说除了自己最终的目的之外 其他的任何事情都不是重要的 也包括现在所在的蓝染阵营 这也可能是蓝染相信东仙 但是不完全相信银的意味 而在接下来的破面篇 他大多数也只当个看客而已 一方面是为了观察现在的局势 随着局势的变化 以后他们被控制到了虚圈 而他跟随着蓝染来到了县市 与对掌门展现最终的决战 对于现在的护听十三队 或者说假命军团 这类与蓝染敌对的阵营 一定可能也不好界定他们的实力 中途还和平子小战了一下 但是在慢慢的战斗中 因发现他们与蓝染有着明显的差别 他们对力量一无所知 这种差别并不是战略方面 就算他们凝聚智慧 消灾 挡难 也就与蓝染的实力相差太大 可能一开始 银就不曾指控过任何人 来帮助他推动计划 最终只剩下蓝染与蓝两人 而一户与蓝再次展开了对战 上一次银与一户的交手 一户还是个不会万解的孩子 这场战斗也算是 银将自己的技能 展现的最全的一次 也在这场战斗中 银透露了自己神枪的能力设定 神枪相对于几百把刀的长度 所以他从小被人叫做百刀流 万解后的神枪 长度能够达到十三千米 万解后 神枪叫做神杀枪 除了能够伸长到十三千米之外 其伸缩速度是一个巴掌的五百倍 从而银可以快速的伸缩速度 来攻击地方 而银特意展示自己的万解 有可能是为了让旁边战场的蓝冉 误解自己斩破刀的能力 其注意力可能根本没在医护身上 所以在店长银一出现后 银也完全没有了任何战斗欲望 而眼前的医护 银已经从她的眼神里面 感觉出了她现在的想法 其实她是个非常善于观察对方神色的人 而却从不露出自己的神态 店长一一一心 最终也被蓝冉击败 而银打开了穿戒门 蓝冉再次回到了失魂界 蓝冉现在的力量已经完全无法预测了 就连剧突也被蓝冉直接销毁 或者是因为销毁的剧突 也或者是因为银有意为之 蓝冉并没有直接到达空座町 而是偏离了坐标 在前往空座町的路上 乱剧突然出现了 面对蓝冉 蓝剧可能再次回想起了第一次 被蓝冉夺走魂魄的时候 这种无形之中的压迫 让蓝冉本就已经射不了了 而银直接将它带走 银将蓝冉使用了白服 处于暂时性假死状态 这样的银也没有了顾虑 银也觉得这是个最好的契机了 银 逃过进化水月唯一的方法 就是在完全催眠发动之前 触碰刀刃 银为了这句话 花了几十年 互听十三队中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件事 戴亚的鼓着劲儿的却要杀蓝冉 而最终能够杀掉蓝冉的 也只有尹 也揭露了银万戒最终的能力 这万戒并没有他说的那样能够伸多长 也没有能够伸多快 而是在伸缩的瞬间会化为灰尘 然后在刀刃内侧 储存了能够将细胞溶解的剧毒 这才是神杀枪的真正能力 如果说银是蛇 那么银的斩破刀 就像是毒蛇的獠牙 以及蛇信 而关于神杀枪 这把刀的万解定义就是杀死神的武器 而蓝冉一开始已经将自己定位为神 蓝冉在某种意义上 其实已经被银杀死了 银在此时达成了自己的目的 这一切即将在此时结束 乱具失去的灵魂被银夺了回来 但是接下来的事情 是没有人能够想到的 蓝冉已经与崩域融合 此尸体内是否存有崩域 已经不重要了 银睁开了双眼 再次看清了真相 乱具来到银旁边 泪水已经忍不住 跌在了银的脸上 修炼了的一呼 这是来到蓝冉面前 就像是之前说的 银是个非常会观察他人神色的人 银看到一呼那坚定的眼神 这是没有迷茫的眼神 这是可以让银放心的眼神 银安心地再次闭上了自己的眼睛 在众人努力之下 蓝冉被封印了 但是银的眼睛 也再也不会睁开了 尽管从结局来看 他的行动对于护庭十三队来说 是带来善过的 但是过程却被定义为了恶性 因此金人厅不允许他的坟墓盖在亭内 而蓝军将银回归到了故处 也就是葬在了他们侧名邂逅的地方 东流昏街的花枯 银的故事到这也即将结束了 这就是事万一 在他死去时 可能是放下了一切 因为他已经向那个女孩道了歉 而且托付给了他认可的人 好了我说心 以上就是这一群全部内容 喜欢的不妨点关注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